其實這次通俄門的事件 過去我們一直有在關注 但是其實對於美國的經濟 或說美國股市影響並不大 但昨天影響比較大原因是因為 班農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實最早的時候 像2017年去年6月的時候 那時候是前FBI科米 他是要去國會作證 但川普說希望他可以 這個手下留情 那到7月24號的時候 他的這個女婿庫徐納 也接受到通俄門的一些 這個溝通的情況 那到這個去年12月份的時候 是他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弗林已經認罪了 那接下來已經燒到巴農 如果這一路燒下來的話 燒到川普的核心人物 你覺得對川普這個通俄門的影響 會有多大 好的 有關於這個通俄門的這個事 我覺得我們就用兩個概念 來這個檢驗一下 一個是犯意 一個是犯行 意思就是說一個是你有沒有動機 第二個是你有沒有真正行為 那這個我事先講的話 我要先講俄羅斯 俄羅斯有沒有犯意 我覺得 這個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因為西方國家在封鎖俄羅斯 所以說俄羅斯它是全球性的 它要來影響重要國家的選舉 沒錯 你看不單是美國 還有歐洲 歐洲那些國家 你看前一陣子 他們要去 要選舉的時候都要跑到俄羅斯去 俄羅斯對於那個FB的廣告其實買了不少 買了不少 對 他都要跑到那邊去 好像說 你有機會幫我弄一弄 或者說拜託拜託你別搞我 像法國那個 法國那個 那個極右派的 他就說你幫我弄一弄 說不定我就上了 很難 很難說 那如果像那個梅克爾 梅克爾也去了 梅克爾說拜託拜託你別搞我 是 這個千萬不可以 那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確認的一點就是 俄羅斯它是全球性的 重要國家它大概都干預 這個是它的 犯意 那犯形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我剛剛也應該 可以說是講得很清楚 應該都有 他也買了 譬如說Facebook 他也用這個假新聞 或者說挖你的Email等等等等 用這種各種駭客的這種方式 來達到他的目的 好 那川普呢 那川普會不會跟他合作呢 那我覺得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人 就是希拉蕊 希拉蕊克林頓 為什麼呢 為什麼牽涉到他呢 就是因為他是普丁的眼中釘 為什麼 四五年前 這個 普丁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是 普丁我想他是真正做票 結果呢 希拉蕊在美國宣傳 他說這個普丁在那個德國 在俄國選舉都是在做票 他的票率非常高 可是呢 他這樣一講了以後呢 俄羅斯有點暴動 所以說普丁呢 就把這個希拉蕊當成眼中釘 好啦 你把他當成眼中釘 那相對的 當然你就要讓他下 可是讓他下 可是讓誰上呢 那當然他就在找人啊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共和黨裡面十幾個人 對不對 結果呢 他就到處接觸 接觸的結果 還覺得說 他這個川普 他可能就是 最可能來接受 或者說來跟俄羅斯合作 那所以說呢 我是覺得 如果說用這個 犯意跟犯行 這兩個概念來檢驗的話呢 我覺得 川普絕對逃不了 可是 絕對逃不了 逃不了 逃不了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會找到證據 可是找到證據 那你這些證據 能不能夠跟川普 能夠連上線 畫上等號 那這個可能又是 另外一個問題 那所以之前這個尼克森的水門案事件 一開始也沒有燒到他 是一步一步一步 最後燒到他 最後他下台 有沒有可能演變成水門案事件 不是 燒到他 那個尼克森的那個狀況是說 燒到他了以後呢 他變成一個說謊的人 是 所以說呢 他等於說 他自己 已經 也沒有誠信了 對 沒有誠信了 沒誠信可言 可是對川普來說 你說我説謊 那又怎樣呢 這個人的標準不一樣啊 對 因為他翻來覆去啦 他是一個這個 根本就是 只要有人攻擊他 他就說這是假新聞 Fake news 對啊 像他上次講那個很難聽的話 對不對 說什麼那些什麼國家 我們都講不出口的那些話 對不對 那個死坑的國家 我沒有講這個話 對不對 他這個根本就是翻來覆去 不過川普那個話 我話有去研究一下 其實川普 我個人覺得他不是在罵 那些國家人民是死坑 他應該是說 那些國家的政府是死坑 所以你的人民才會跑到 我的國家來吧 不曉得 反正他就是用了那個字 現在大家在那邊猜 到底有沒有講 那有些人說 他真的聽到了 那有些人說 他沒有聽到 有些人說 那個是口頭禪 反正就是 我是覺得 他這個人 反正就是想在那邊 翻雲覆雨 像他顛三倒四 然後呢 可是這種做法 你不要說他還是有人支持的 也就是說那一些 美國 鐵粉 對 美國那些 等於說是被 譬如說我簡單講 是被全球化所淘汰的這些人 對不對 那他覺得說 我們看這個全球化 這個發展 對我們是完全不利的 那現在我們來了一個 可以來扭轉乾坤的總統 那說不定他能夠做出一些 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所以說這些人 還是會支持他 當然整體的 他的這個民調 是下降的很多很多了 對川普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他的民調現在是 大概是史上最低的一個總統 不過他的股市呢 卻是史上最高 沒錯 那這個的話呢 當然 那所以說呢 你真正要走到這個 彈劾的這一步的話呢 那我倒覺得說很難很難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綜藝變當然是二分之一 可能會過 可是你參與要三分之二 民主國家三分之二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的經濟情況很差 對 那這個機率就比較大 可是你現在經濟情況好得不得了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這種情況呢 我是覺得說 一定會覺得他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 但是不會把他燒到他變成要下台 這個不至於這樣 還不至於 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做連結 說真的是證明說 他真的是有這個 泛逸跟泛行 是 對不對 泛逸大概我覺得應該比較清楚 可是泛行就比較困難 說真的是說 沒有證據 跟他聯繫在一起 那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你經濟這麼好 好了你走到參議院 你說這些參議員 你真的是要三分之二都通過嗎 我倒覺得說 這個機率還是比較小 是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之前這本書 現在呢 在市場上買不到 就是烈焰與怒火 那這個美國記者 叫沃爾夫 大家應該有對這本書 有點印象 但是 他裡面呢 講了非常多川普的事情 不過呢 包括他的像是這個 他的性格 比如說 他要求極度的忠誠 另外呢 他歧視女性啊 白人至上等等 不過川普基本上呢 他的回應就是說 這些都是假的 那當然也對川普的身體狀況 做了一些討論 大家覺得 川普好像有點老人吃菜症 因為他一直這個重複 重複講他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呢 也提到前FBI科米被解職的秘辛 不過不管這本書現在多熱賣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人到底有多少人相信 這本書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邊有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呢 有統計的大概是1988人左右 那他裡面有特別分 包括是有登記選民 然後是民主黨的還是共和黨 大家看最下面就好 這個呢 登記選民裡面 認為這本書的可信度非常高 非常有可信度的 其實只有30%了 換句話說 其實這本書算是極力的貶低川普 但是全美國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相信這本書的真實性 所以教授你幫大家解讀一下 其實川普現在我們知道 川普他是一個個性 非常非常鮮明的人 有事情呢 就在推特上面馬上做反應 他不會容忍任何的這個污衊 或說任何的這個 不用等發言人 他自己就先來解釋 那現在川普他的個性 對於美國人來講 基本上呢 好像接受他的人還是蠻多的 你怎麼觀察 我先講這本書的這個作者 他是美國的一個作家 跟這個新聞記者 那他當然了 他是找到了這個 現在的一個這個 他可以致富的一個這個門道 就寫了這本書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呢 原本他跟川普的關係還是不錯的 而川普還讓他到白宮去 來跟相關的人員 來做這個訪談 做訪談 結果這個人他說 我已經訪談了將近兩百人 包括川普在內 以及他周邊的人 他的親信什麼等等 他才寫出這本書出來 那當然了 你寫出來了以後 那當然川普這個 會覺得說 你根本就在接我的倉巴嘛 講說 通常這種書要發布之前 會不會先讓川普先看一遍 因為他當事人嘛 對 可是我覺得是不一定 因為 當然了 你說 因為這個主要是寫川普 可是這個書裡面的這個 主要的 他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一句話 川普不適任 不適任當總統 對 就是這一句話 然後呢 他就找了很多很多的佐證 來佐證他 說他真的是不適任 好 那你說這本書 你是事先給他看 當然了 這個可能你會 基於你的這個職業道的 你會給他看 可是你覺得看到這個結果 絕對是負面的 對 所以說 川普的律師還寫了純正信函 他說你最好 不要去 不要出版 是 還威脅他 結果他還 他更不管 而且你 你一講 一發這個信了以後呢 他還 他這個 這個出版商還 前兩天 還敢前兩天 原本這個 預定發展 發 發布的這個日期 來發布 來發布 他就 所以說這個情況呢 反而 讓川普呢 覺得 感覺到呢 就是說他好像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這個衝擊 那至於說老百姓會不會 認為這個書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這個民調出來的時候我們其實團隊都嚇了一跳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絕對相信的 可是你想想看嘛 他已經賣了一百萬本 對 現在已經這個托版了 對不對 他還在加印當中 買不到 買不到 那所以說呢 你說這個東西我倒覺得 我也是覺得這個可能還是有一點 跟現實的這個情況好像有一點差距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只有三分之一的話呢 那 這個 書裡面的這個可信度 我倒覺得說可能還是 大概這個民眾 可能還是要仔細看看 到底他裡面講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他講的我看 我據我所了解 全部都是負面的 基本沒有什麼正面的東西 是 因為他把他周邊的人啊 什麼等等等等 全部都這個講的話呢 全部都吸納在裡面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的民調這麼低 現在民調已經 要到十幾%了嘛 對不對 那你民調這麼低的話 那我覺得相對的講起來說 這本書的可信度 應該是比較高的 而且這個民主黨裡面 是他的對手 既然也沒有超過一半的人 相信這本書 那當然支持他的共和黨 大概只有兩成三人認為 這本書有他的這個參考價值 為了 他對手 做夠了 有 我 是 我 在